记者陈恩惠台北报道,春节连假今日最后一天,许多民众把握好天气外出走春,纷纷前往士林官邸观赏玉京相展,据台北市警局统计,春节期间天气好转,自年初一起至少有数十万人车潮涌入士林官邸,新儿童娱乐中心,故宫,阳明山花卉中心及士林夜市等各观光景点,民众出游的盛况, 士林景分局分局长黄病训年前已预测,亲自主持交通书导会议之事,运用有限紧力发挥最大书导量能,果然让养的大道,中山北、中正、至善和福林路等重要干道畅行无阻,让游客玩得相当愉快。 士林分局说,士林官邸玉京相展2月13日开幕,展期直到本月底,陆续涌入的人潮在大年初三达到高峰,预估守甲前的今日能突破十万人次前往。 在此期间,士林分局除规划于中山北路,福林路口实施行人专用保护士箱号制调控,以便疏解通往捷运士林站人潮,同时也机动调派勤务,全面调控士林官邸周边中山北路,中正路及福林路段的号制, 落实执行路口进空及保护行人安全等措施,有效阻导周边车流,让今年春节期间,士林地区交通状况能保持顺畅平稳。 士林分局再次呼吁,阳明山花季即将在两天后开始,赏花游客行经养的大道应注意航车速控,由于养的大道已多处驾设测速照相仪器,希望民众开车不超。 四五步抢道,注意安全,提醒民众出游安全比时间更重要,安全是唯一回家的路。